大家好,今天要帶大家來認識什麼是洗床 那這裡洗床它的架工方式是跟車床是相反過來的 所以它是弓箭是不旋轉,刀具做旋轉的 那這裡你如果對於車床的結構有興趣的 可以到車床的認識篇,那你都有詳細的解說 那這裡我先來給大家看一小段動畫,來認識一下什麼是洗床 首先我們會有一個虎錢來加持我們的弓箭 那弓箭加持完之後,我們這裡會有滑台可以去移動 這裡總共有三個軸,SYZ 那這裡我們用這個轉輪就可以去轉動它 那這邊可以移動它上下的位置 那主要我們就是以這個主軸,刀具做旋轉 來加工我們的所夾持的弓箭 主要以這樣的形式來把它做出來的 那這邊三個軸,我們可以去移動它,也可以去固定它 那以這種方式來做一個加工的方式 這邊呢,後面我再來講解一下 我們一開始我們要進入洗床的時候 我們該注意什麼呢 這裡剛開始我們要操作洗床的時候 需要了解到注意的須知 那這邊它跟車床是一樣的 我們要注意的地方都是一樣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會旋轉的一個加工機 所以我們不可以戴手套 然後我們不可以穿長袖 也不可以打領帶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們會有手會有被捲入的一個情形 會有危險性 所以這三個須知需要注意的 那特別是說手套也盡量不要戴 有時候可能是因為加工件在加工的時候會比較熱 那這邊當然還是建議不要戴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這裡呢,我們要注意的就是 當我們啟動之後呢 那這個主軸呢 它這裡會有皮帶帶動的這個 我們的夾頭呢 做高速的旋轉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了解一下說 哪一些地方呢 是緊急的開關按鈕 如果說有什麼狀況的話 可以瞬間把它斷開來 那這邊要了解一下 以及說它的煞車 通常是在上半部的地方 我們在啟動的時候 的旁邊這裡呢 會有一個煞車 也可以去做一個緊急的 煞車的動作 好,那我們了解之後呢 那通常在虎前這裡 會有一個把手 我們可以去把它鎖緊跟放鬆 那這個時候我們 一般這裡會做是 它是一個分離式的 那我們把 弓箭加持完之後呢 建議把這個把手給拿掉 好,不然有時候在加工的時候 會有震動 那這個把手容易掉下來 有時候會敲到腳 也比較危險一點 那這幾點呢 我們就注意一下 那 我們了解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入說 我們怎麼樣 去操作洗床 以及認識洗床 這裡呢 帶大家入門 來了解一下 洗床它的加工方式 那這裡呢 因為是入門篇 大致上會分兩種 那這裡呢 我先介紹一個 比較常見的是 面洗 面洗的意思呢 就是整面 來去做一個 加工的方式 所以它是一般我們在做 大面積的在加工的時候 會比較常用到的 那我們使用的是 面洗刀 長得像這樣的形式 當然這個形式是非常多的 我只是 稍微個示意一下 那 洗刀的部分呢 種類是比較繁多的 那因為這邊呢 是入門篇 所以就不會探討的太困難 那這裡呢 給大家看一段動畫 那主要呢 面洗就是以這樣的方式 我們刀具做旋轉 然後移動弓箭呢 讓它做一個 洗削的動作 像這樣子 它就會做一個 架工的方式 那這邊呢 讓大家去認識一下 那這裡呢 稍微介紹一下 洗刀的形式 那這邊是入門篇 那我會介紹的 主要是兩種 第一種是 面洗刀 那面洗刀 這裡呢 我們比較常見的是 這樣的形式 那 有的呢 它是做成一體式的 那這裡呢 我所示意的是 這個刀片呢 是可以去做更換的 一般這邊會有螺絲可以去鎖附 一旦我們的刀具呢 它有崩壞的情形的時候 我們可以 針對這個刀片呢 去做更換 是蠻方便的 那這裡呢 我們可以用夾頭呢 去更換它 這個部分 夾頭可以去做一個 尺寸的一個搭配 那這裡 另外一個呢 是端洗刀 那端洗刀 它的意思呢 就是在洗端面 或是洗溝槽的時候 在使用的 那這裡呢 絲翼的 看起來會比較像是 鑽頭一樣 那這裡呢 給各位去了解一下 那這邊呢 最主要是 這兩個分辨 那這裡讓大家了解一下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一個鑽孔 那鑽孔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使用的鑽頭 那這邊會比較清楚的了解 那後面呢 有介紹的時候 再來做詳細的說明 那這邊讓大家去了解一下囉 接下來呢 來介紹的是 洗平面的加工 那這裡我們在 做平面的 洗消的時候呢 一般我們會這樣的夾齒 因為我們的 夾頭呢 在這裡 那夾頭它是會做旋轉 它沒有辦法去做移動 我們要移動的是平台的地方 所以它會在這裡 定點的去做旋轉 所以我們是移動的弓箭 來做一個洗消的動作 所以它洗消的時候 都會在這個面 所以我們如果說 這裡呢 我們弓箭要更換地方 去做一個洗消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要去把它換邊 那底部呢 會有一些平行塊 我們可以去做墊高的動作 一般洗床呢 需要使用平行塊來做墊高 這樣子來去調整它 因為我們如果沒有墊高的話 我們如果夾的太底下的話 那我們的洗刀呢 就會洗到這個壺前面 沒有辦法洗到我們的弓箭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平行塊把它墊高 那當然也不要墊得太高 太高的話 它容易會有一些震動 那適當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這邊讓大家去了解一下囉 那我來稍微播一小段的動畫 那前面有看過 我們再來看一次 面洗就是這個方式 那讓大家去了解一下囉 接下來呢 來介紹的是洗端面 那洗端面的話 我們就要把弓箭放這樣的方式 那另一邊也是可以的 那這裡呢 我們就要更換成端洗刀 那端洗刀呢 一樣 我們在主軸的地方 夾頭這裡呢 它會做一個旋轉 那旋轉的時候呢 它的夾頭是不會移動的 所以我們一樣要移動這個窗台 上下左右 都可以去做移動 那這裡呢 我們這樣子 一般會在這裡做一個固定 固定完之後呢 我們移動這個方向 去做一個端洗的動作 那這裡呢 我們端洗的話 就是洗這個面 那有時候我們可能把它 轉正過來呢 也可以用面洗的方式去洗它 那端洗呢 比較常用到的是 在洗溝槽的時候 我們如果中間 要洗一個溝槽的時候 有時候會用這種方式 那端洗刀呢 有時候會有很多種形式 像是糾尾槽的啊 或是一些 比較特殊的一些溝槽的時候呢 會有一些專門的一些刀具 那它的做法呢 其實跟端洗刀是一樣的 那這邊就 因為是入門片 我就沒有探討的太多 就以最常見的 一般常見的端洗刀 來做一個說明 那主要就是以這種方式呢 來做這個加工的動作 那我們來看一小段動畫 看一下它到底是怎麼去做加工的呢 像這樣子 就是把我們的這個地方 弓箭給它加工掉 就用這種方式呢 把它用端洗的方式把它洗掉 那這邊讓大家去參考一下囉 再來呢 來介紹的是鑽孔 那鑽孔這裡呢 會是蠻輕鬆的 那我們在洗床 蠻常使用到鑽孔的部分的 那我們的弓箭呢 一樣是夾持在糊塵這個地方 那這裡呢 我們就移動這個床台呢 移動到我們要的位置之後 然後直接呢 做鑽孔的動作 那這裡呢 我們的這個地方是夾頭 那夾頭這裡呢 會有一個把手 我們可以讓它做上下的移動 雖然它不能前後跟左右移動 但是它可以去做上下移動 當然這個地方 我們的床台也能做上下移動 但是我們一般在鑽孔的時候呢 會運用這個主軸 做上下的移動 來做一個鑽孔的動作 那這裡呢 就是比較常見的一個形式 那我們一般呢 也會有鑽床 那洗床呢 來做鑽孔的話 因為整體它會比較穩定一點 我們所鑽出來的孔呢 孔會比較正確一點 好 所以洗床運用在鑽孔的時候呢 是蠻常見的 好 那這邊呢 讓大家看一小段動畫 看一下 那就是移動到我們想要的位置之後呢 它就可以鑽孔鑽孔這樣子 那這裡呢 我就是示範的是連續鑽孔 用這種形式呢把它做出來 然後鑽完之後呢 就是一樣把夾頭呢 往上 然後再移動了床台 再移動我們要的位置 再繼續鑽 用這種形式呢把它做出來 好 那這邊讓大家去了解一下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關於洗床的部分 那這裡呢 可能 有人聽完之後 還是對洗床的結構呢 不是那麼的了解 但沒有關係 那這邊呢 我給各位幾個概念 那就是它跟車床呢 是相反過來的 車床是什麼 車床呢 就是 我們的刀具是不旋轉 弓箭做旋轉 好 那這裡呢 洗床就是相反過來 弓箭不旋轉 刀具做旋轉 好 用這樣的方式來去分辨它 好 那這裡 我們如果有實際操作呢 會對於洗床呢 的結構會再更了解一點 好 當然了解的話就是 我們要怎麼去操作它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功能 剩下的比較深入的 像是 怎麼樣去更換它的速度啊 或是 用什麼形式呢 我們可以改變它的角度 等等的 這一塊呢 是比較深入的 那就不探討 那這裡呢 最主要就是剛剛我們所講到的幾點 好 第一個是 大面積的做一個架工的話 我們用面洗刀 做面洗的動作 再來 我們如果有端面的地方 或者是說 我們 裡面有 勾槽 或是像揪尾槽 這類的 我們用端洗刀 那洗刀的話 我們就要去找適合的一個尺寸 好 那才讓它做一個端洗的加工 以及說 我們如果在 弓箭呢 需要有孔位的時候 我們用鑽頭 來做一個加工 然後它會比 鑽船來 鑽出來的孔位呢 更精準 好 更好一點 那這裡呢 就讓大家去 稍微去了解一下 那這裡呢 我們比較常看到的 現在的 加工機呢 一般都被CNC自動 素質控制所取代 好 像是車洗床 結合的 或是車床CNC 洗床CNC 等等的 那這樣的傳統車床呢 還是有它存在的必要 好 因為有時候呢 我們可能要做一些 簡字句 或是做一些簡單的加工的時候呢 好 像這樣的傳統車床呢 成本比較低一點 那我們在加工的時候呢 好 因為如果是 CNC素質的話 我們需要去寫程式 轉程式還要會叫刀 那如果弄不好的話 有可能 會撞刀 可能會有一些 損壞維修的問題 那對於傳統車床 傳統洗床的話 這一塊呢 就不用去做一個 叫刀啊 或是做 寫程式的動作 那 入門的話 會比較輕鬆一點 而且呢 成本會比較低一點 那做起來呢 也不用 需要去排程等待的時間 那相對會比較容易一點 如果你是講要做一點 簡單的小加工 或是一些小批量生產的話 傳統的車洗床 還是有它的功能 還是有它的市場存在的必要 好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拜拜 1 2 2 2 3 5 4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